主席各位同仁 进入21世纪以来 第一个引起恐慌的全球性传染病 就是2003年的SARS 当年的SARS 疫情超过半年 全球8000个确诊 774人死亡 如今全世界又面对一个新的全球化传染病 就是武汉肺炎 到昨天为止 感染武汉肺炎的人数已经超过8万人 这是因为中国近代有7万8千人 其他国家超过2000 死亡人数则逼近了2700人 不论是确诊人数 死亡人数都远超过当年的SARS 而疫情还没有终止 甚至可能还不到高峰 一度被认为有可能第二严重的台湾 索性警觉早 决策快 而且全民共体时间 大家一起努力 让我们正是在全球当中 得到了非常大的肯定 真正是有政府会做事请安心 可是不可会言的 这个冲击依旧全面 而且可能不是短期 所以我们特别应该要定令这样的特别条例 来度过这样危险的时期 我个人则提出的版本是 109年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 及产业提振战型条例 希望能够借由讨论达到全民的共识 而经过昨天朝野协商漫长的讨论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在民进党版 以及我们各个委员的融合之下 其实已经有相当全面的规范 包括了从防疫措施有更严格的规定 到对防疫的第一线人员 给予补偿津贴 第一线及第二线 表现卓著的人员 我们甚至给予奖励 还有不幸伤亡的人 我们也会给予赔偿 像这样子的规定 其实都在在稳定了 更多工作人员的信心 而产业振兴的部分 我们也希望有预算 能够来支持 这是希望层次分明 照顾到各个面向 各个角落 所以昨天国民党委员 在在的表示 要包括劳工 两个字要入法 我必须说 其实在场每一个委员 都希望劳工能够被照顾到 而这个相关人员 就已经包含了劳工 甚至民进党团的提案 相关人员 是包括了更多的面向 它不只包括受雇者 甚至包括所有的自营作业者 例如摊商 计程车司机等 这些人也都会被照顾到 也需要的 各位同仁 抗议是长期的 我们不知道终点 如果预算够 我们也希望 甚至能够全心发给大家 但正因为资源有限 所以我们用的是 感谢这些被隔离者 为了公益 隔离在家 由国家给予他一个补偿 限制了人生的自由 用这种角度来分配预算 所以我相信民进党版 正式考虑到方方面面 请大家支持 谢谢苏委员 接下来请黄国苏委员发言